客人要這樣 你說亮燈會亮紅燈 整個椅子都燈紅色的 然後警告音子跑出來 那有跟客人溝通嗎? 沒有,我現在幫他調好就不會了 好 他不是要辦一紙幅嗎? 他要一紙幅嗎? 欸... 下錢,後門都降下來 好,不能聊天了 好,要開始播了 各位車友們大家好 我們今天在賓士的 E-Class的社團裡面開始直播了 小弟是KT避震器的經理 其實這款車我們近期應該播了不少台 譬如說 S... 像維根的... 不對不對 賓士應該不是叫維根 賓士叫Astate 但是基本上它就是維根 統稱叫維根 那這款車是S211 之前的話好像有 S21好像有幾部 那另外也有212的部分 S212 那這台車後方 它的懸吊系統 跟一般四門的S7是不同的 因為四門它的行程是長的 但是維根的話 它因為要讓它的後行李箱 我們來看這個行李箱真的超棒的 實用而且又寬敞 它的平整是有辦法整個平整化 所以它為了讓它的後座平整化 寬度能夠加寬 所以在避震器的設計上 就跟一般四門的不太一樣 四門的它的這個長度 避震器的長度會長很多 那維根的話它的避震器做得比較短 所以它就不用在浮上來行李箱裡面 所以它的行程是走短行程 那後方的話也大多配置的是氣囊的系統 但是再怎麼說211都一定有一定的年份了 所以這些氣囊的壽命差不多都已經快壞掉 甚至是已經換過了 那這個壽命其實冰式的氣囊 它都有固定的壽命 這個世代的話是比較好一點點 因為它裡面有埋設一個類似機構 讓它氣囊壞掉的時候 還有辦法行駛到要維修的地點 不會像是最早的冰式的W220 S系列的話 萬一如果壞掉我們也有好幾台的車主 是做拖吊車到我們的經銷商 甚至做到我們工廠的門口 然後把車放下來之後 再來這裡做避震器的維修跟改裝 但這個世代是它會慢慢降低 但是不會一次就整個就要做拖吊車 倒是還不至於 可是萬一今天停車 明天起來之後 覺得車有下降 那代表它降低的幅度比較大 就代表漏氣的速度已經 到了要維修的臨界點 所以像今天的話 這個也已經需要維修的程度了 所以車主就直接把這樣的氣囊機構 把它廢除換成彈簧式的 那這台車前面其實也有氣囊的 它也有彈簧的 今天的這一款車前面是傳統彈簧 後方的話是氣囊的 就是一般最多配置的 那這樣的配置 也幾乎在日規的車上常見啦 因為這台車大概前幾年有進一大批 全部都是日規的設定 也有是四輪驅動的喔 如果車友的這一台S21是四輪驅動的話 它的這個避震器的下座這裡的結構不太一樣 但是KT全部都有啦 不論是這個後續的版本 或者是四驅的話 KT全部都有專車專用的設計 都有設計 那今天這一款車是我們比較常見的 是後續的版本 然後後方的話是氣囊的結構 那比較早期的改法 這個改法大概六到八年前的話 經理做這一台車的開發 當時設計的方法是 下支幣的話是要用一般彈簧式的一個W21的設定 但是那一個下支幣的話還蠻好笑的 一開始我們在跟那個Sarrow廠買的時候 兩支才大概七千到七千五百塊 後來的話因為市場像這樣改裝的需求高 所以二手的那個Sarrow廠的零件 價格也水漲船高 到最末期的話大概有兩支 大概一萬到一萬一 一萬到一萬一 我們就買兩支就買新品就好 新品的話一支也好像大概七千塊左右的一個材料費用 所以後來的話 我們就把它後這個彈簧的這個下支幣 就這個地方 鎖這顆螺絲的地方 把它沿用原廠的這個氣囊式的下支幣 做一個轉接做出來之後 再轉成支捲彈簧 它的乘坐起來的感覺 會比原廠硬朗一些 但是成本 車友所支出的成本就會划算很多 所以我們最近的話 也常常在開直播 就是因為車友還蠻捧場的 那最主要這樣的改法 其實台灣或者是國外 有很多的廠家 有做類似這樣的改裝 可是啊 改裝之後的乘坐感覺 也是車友們需要考量 像這台車 它算是中大型房車 如果改裝之後 就好像是我們20年前玩的K6 K8一樣 那麼的硬派 那恐怕就不是很適合這台車 所以KT在設定避震器的時候 還是以要維持到 它原來應該要有的舒適度 為一個方向 所以前面的話 KT才配14公斤 後方的話 是配16公斤 所以基本上 應該要有的舒適度 都還存在著 那這台車 車主也改了不少東西 譬如說這個四處的排氣管 還有鋁圈 這個是後驅車 才一般會有的前後配 加上它是生存的設定 所以這台車 車高降下來之後的輪弧 剛好跟這個輪胎是整個都切齊的 會很帥氣 那我們來看今天改裝的部分在哪裡 在KT的一個道路板避震器 這個桶身 它的位置有往下挪 所以它的整體長度變短 行程的話也變短 那調整主移的機構 是在行李箱裡面 這個桶身在這裡 那這個是後面的彈簧 下方就是沿用原廠這個支幣 這個支幣不用再另外多花錢 我們做了一個轉接做出來之後 來做一個直捲式的彈簧 那上方也還有一個機構 這個機構是不論是不是氣壓 都是通用這個機構 這個機構就是在調整後方的車高 那像這樣的機構 彈簧跟避震器是分開的 有一個特殊調整的重點 第一個當車高設定好之後 這個桶身的長短是還蠻重要的 因為這個桶身如果說的太短的話 它會把它的彈簧 把它預載過多 像這條彈簧是已經16公斤 已經接近原廠的一個上限值的 所以如果在彈簧預載過多的話 低速的時候就會覺得太顛 車主的話就會覺得不好做 那就會抱怨不少 所以這台車有一個特別安裝的重點 就是在後面的這一條彈簧 千萬不能把它預壓縮過多 這個是要特別注意的地方 那這個上部的話 彈簧桶心上方會有一些橡皮 這些橡皮的話KT就有附了 所以這些零件還有這個特殊形狀的滑絲 這些都不需要使用 它原廠的防塵套跟饅頭是做成一體的 這些零件都不需要使用 KT全部都有附新品 在阻尼調整的部分的話 好像看不太到 要翻起來 是在這個地方 是在這個地方 我補個燈讓你盤一下 這個需要拆掉 這個掀開之後 可以看得到避震器的上部機構在那邊 所以調整阻尼的話 就是大概在這個地方 所以後方的話調整阻尼 會稍微比較麻煩 一點點 但是啊 這台車其實也有的做法是 坐在下方這裡做一個調整鈕 這樣的話也許稍微方便一點點 可是它會 犧牲掉它上下坐動的行程 所以這個本來行程就不多 如果再浪費掉那一點行程的話 它整體乘坐起來的感覺 就沒有那麼的理想 所以這個是KT的一個設計 這個是後面的部分 那前方的話就比較簡單 前方的話它算是一個 多連桿的雙A倍的懸吊系統 那這款車的211 它前面跟不論是四門的或者是 維根的前方的懸吊系統 就都一樣 它前面有一個上座 不大顆 不會佔用掉很多的空間 那上座的中間 就有一顆旋鈕 可以來調整阻尼值 這一顆應該是V6 3.5的V6引擎 這個世代都還是NA的 除了1515之外吧 這個是KT的旋鈕 這個是上座 上座的中間這顆旋鈕 就是在調整軟硬度的 調整軟硬的話 是從這個地方來做調整 要硬一點的話就順時針 要軟一點的話就逆時針 所以KT的話 一共有30段的阻尼可以調整 那這邊是護架是右邊嘛 左邊跟右邊一定要記得 段數的話軟硬度一定要對稱 好 這個有一點危險 我把它拿起來 好 那前面的話是配200長 14公斤 算是六缸引擎裡面比較剛好 如果是V8的八缸引擎 它就會建議配16公斤 所以前面彈簧重量 跟它整個前面引擎式的重量 是有不同的設定 我們就有不同的配置 那一般V6引擎的話就配14公斤 就很OK了 14公斤的話 如果車友要比較舒適的話 這個14公斤的確它的舒適度的話 能夠比較堅固 那如果重量比較重 那就會建議 好像V8就建議配16公斤 那前面還蠻簡單的 它的 因為這個是二輪驅動版本 所以它的下座的話 是一個開插的形式 如果是四輪驅動版本的話 它這裡還有一個傳動軸 所以它前面下座的形式 是不太一樣的 這台車其實我如果沒記錯 中華賓市應該是沒有代理四驅的版本 都是後期有進美規的 或者是日規的 才比較多有一個四輪驅動的版本 但是下單的時候 特別特別注意 如果車友們有關注KT的產品的話 那如果你的車是四驅 或者是二輪驅動的 這些的話 KT全部都有對應的型號 但是下單的時候很容易會下挫 所以這個細節的話 提醒車友 或者是有觀看經理直播的店家 在下單的時候請特別注意一下 好 那前面的車高調整 就比後方單純多了 像這樣的懸吊系統 彈簧跟避震器是做成一體的 那如果要高的時候 我們把它整體長度 把它懸開 懸長 它的車高就變高 所以像這樣的懸吊 調高跟調低的範圍 是很寬裕的 像今天的話 車主要求的車高 是比較略低一點點 所以我們就把它長度把它縮短 車高就會變低了 那在用料的部分 KT所使用的用料 其實都還蠻不錯的 攸關到避震器壽命的部分 最主要的就是兩個重點 第一個是主寧友 第二個是油風 那主寧友的話 是使用意大利一神筒 進口的IP主寧友 有很多的像這一台155的車友 車友是很熱血的 順便不只是玩汽車 還有包含是玩大型的重機 在重機裡面 意大利有一個品牌 叫Aprilia Aprilia 它這個重機的品牌 它的避震器的前叉 還有後避震的指定用油 就是使用意大利IP的主寧友 那在避震器是否會漏油 壽命的部分 這個跟油風最有關 那KT所使用的油風 就是日本最大的廠牌 NOK油風 這些的用料的話 雖然單價都比較高 可是它的品質的穩定度 都相當的不錯 那KT本身就是一個製造的工廠 如果像今天早上 好像還有一個W212的四門的車友 有來試乘 也預計要安裝 所以KT的話 這裡是工廠 那我們在北區有 北區的經銷商 中區也有經銷商 南部的話也都有店家 我們南部的店家做雙幣的 也有一間是永逸 哇它那邊幾乎都是做一個雙幣的車款 也對這些車系啊 非常的了解 那如果啦 車友們有需要服務的話 從北到南 甚至是宜蘭華東 都有一個店家 一些店家可以服務車友們 如果有需要的話 或者是要試乘 也都很歡迎跟我們聯絡 那以上是今天的 S211的安裝直播分享 謝謝大家 掰掰